北京时间5月29日1900 熊猫杯第三轮的比赛 中国U18同韩国U18展开较量 最终U18中国0-3不敌韩国U18 然而在赛后 当时身处比赛现场的一位摄影师在其个人微博上透露 韩国队在庆祝夺冠时候 对奖杯做出侮辱性动作 冰河白冰写道 韩国国卿队员这样对待熊猫杯冠军奖杯 还有队员对奖杯做出三要的动作 队友都看不下去了 制止了这名队员的疯狂举动 可惜我没有拍下来 据足球报消息 针对熊猫杯赛颁奖典礼过程中 韩国球员对奖杯做出的无力举动 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赛事主办方 熊猫杯组委会方面表示 已经向韩国足协提出严正抗议和交涉 做出这个举动的球员必须做出道歉 韩国球员的这种不雅行为立刻一头使激起千层浪 在获悉韩国队球员的举动之后 熊猫杯组委会 成都市足协迅速向韩国足协以及韩国U18国卿提出了严正抗议 并随后发布声明 鉴于本届杯赛结束后 韩国队员做出不雅举动 组委会声明如下 一 该队员的行为是对熊猫杯赛事的严重侮辱 组委会已经第一时间向韩国国卿队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 目前 韩国领队已经口头道歉并已向韩国足协报告此事 会对此事有进一步说法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 该队员及球队必须公开书面道歉 二 该队员的举动有损体育精神 不仅是对熊猫杯赛事的侮辱 也是对参赛各国家 赛事所有工作人员 赛事所有观众的侮辱 我们不欢迎这样的队员前来参赛 三 历届熊猫杯的冠军奖杯都会放在所在国足协的足球博物馆 组委会不清楚为何该队员要侮辱属于自己国家具有十分意义的奖杯 四 熊猫杯今年已经进行到第六届 已经成为中国的国际知名品牌赛事 许多国家愿意报名并且申请来参加赛事 我们欢迎技艺高超 具有体育精神的队伍参赛 而不欢迎违背体育道德和精神的队伍来参赛 韩国U18国家队30日凌晨在成都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 全体队员及教练组成员对赛后脚踩熊猫杯冠军奖杯一时鞠躬道歉 表示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错误 针对此事 韩国U18国亲于北京时间5月30日凌晨 在所下榻的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 全队正式做出道歉 主帅金正秀表示 首先 我们为今天的事情道歉 我们的一位球员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我们再次为这个错误道歉 我们真诚地对所有中国的球迷 球员和中国民众致歉 我们希望中国足协和韩国足协能够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 中国足协发声 谴责韩国队员侮辱奖杯行为 对于29日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颁奖仪式后 韩国一名球员对奖杯作出 的侮辱行为 中国足协30日予以谴责 中国足协竞赛部负责人30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9日晚 中国足协竞赛部接到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组委会报告 韩国一名球员在比赛颁奖仪式后对奖杯作出了侮辱行为 该事件发生后 赛事组委会已立即对韩国参赛队伍进行了严正抗议和交涉 韩国队也意识到该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返回酒店后立即召开了新闻通计会 队员朴归贤和主教练及全体队员对媒体和公众进行了公开道歉 韩国足协稍后也向组委会发来了致歉信 组委会也将事件处理情况 第一时间向中国足协提交了报告 中国足协对此高度重视 密切关注和跟踪此事件 并对韩国队员侮辱赛事奖杯 这种非体育道德行为予以谴责 中国足协30日早上已向亚足联报告了此情况 并责称赛事组委会就韩国队员侮辱奖杯的不道德行为 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